非常喜歡觀看 你說有啟了 來和我們講 我們一樣就能夠做節約能源 那大家學好 Cho 回去在一個資本生活 或是自己的家庭 都可以做 各位夥伴 motherfbox 早 我是 簡單由我介紹一下 我是黃建榮 我是荒野保護協會的臥牛講師 那我 大部分在荒野裡面 舞蹈的 就是缺惑面切 跟技間 我在荒野多不習慣一個自然名 為了讓大家種明記住 所以我自然名特別找了一個 跟我的人類名很像的 叫做劍龍 荒野裡面有沒有人有參與過荒野 有齁 有自然名嗎 有 還沒去 還沒去 荒野人他在取自然名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想說 久而久之 你會越來越接近你那個自然名 因為你的自然名通常是取一個植物或動物的名字 我當初取這個劍龍 我只是很般純的想說 就跟我的人類名一樣 大家方便記住我 結果後來發現不對 真的越來越跟劍龍接近 為什麼接近呢 因為我過去都在科技業服務 我在半導體業大概講幾百二十年 最後我大概在台積電有十五年的資歷 那最後是離開台積電 然後開始 enjoy 我的第二春 參與各種各式這樣的活動 包括參與戶外啊 或者是要想做麵包 自己在家裡玩麵包 然後後來回到自己的老家 我是台東長大的小孩 我是台東變到高中之後才出去 外面服務工作的 然後最後又回來台東老家 回來台東老家 那 這過程中呢 我在荒野就是 那時候想說 以前在公司的時候 只能用嘴巴 因為做主管 什麼都不行啊 只有那隻嘴巴最厲害 所以想說那隻嘴巴要好好的 利用它的勝於價值 所以去參加荒野的退工獎師 那退工獎師呢 糟糕了 過去二十年呢 都悶在那個無城市裡面 外面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怎麼去跟人家玩 最後想想去 啊 還是回到自己最喜歡的領域什麼 能源 科技跟能源 所以我才常常被招手 不然我發現說 越接觸 越覺得自己跟進龍一下 這邊來呼應一下大家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參與了一點的議題之後 會跟健龍越來越想 來 你有沒有人知道 好 告訴我 因為健龍的背板是 他會吸收光 然後調節他身體的能力 哦 我們有錯 給他鼓勵一下 不錯不錯 來送你一個小禮物 對對對 健龍呢 他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背上的他三個背板 那三個背板呢 講正確來講 他是調節體溫 調節體溫 調節體溫 他不是散熱哦 他不是散熱 因為 恐龍 爬蟲類似冷血動物 冷血動物呢 清晨起來 他一定要做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做什麼 曬太陽 曬太陽沒有錯 為什麼他要曬太陽 因為他要讓他的身體往活起來 他才有辦法靈活的運動 像我們 我們是要吃東西 產生能量 齁 冷血動物不是 冷血動物是他吸收養活 所以呢 健龍呢 是古時候的太陽能專家 你會發現他的背板特別的大 為什麼 因為他比別人更快吸收太陽能 所以呢 所以呢 健龍是古生物裡面呢 最懂得 最懂得 怎麼樣運用來 同樣的 今天 來到荒原的健龍呢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人員的部分到底要怎麼去珍惜它 事實上荒原呢 早在 四年前 2012年 荒原的伙伴就覺得說 不對了 我們的環境 真的 真的是 需要做一些故事的改變 所以我們呢 就開始展開了 荒原內部的一個團體呢 開始展開 節能的推廣 為什麼要做節能 很多 後面會再提 所以呢 我們在2012 1314 我們 開始成立了這個 節能工作坊 欸 那也不見了 沒關係 我們開始結合一個 節能力活土的工作坊 在全國各地呢 我們都有專業的展示 那我之前呢 201314是在南區 1516現在回到東部 所以我目前是在東部 擔任這個專案的講師 中文推廣什麼 推廣節能 推廣節能 那我們這個中案呢 事實上 不只是一般的團體 任何一個只要是非營利團體 機關、學校、個人的團體 你都可以上 光顏的網站 去申請這個 節能力活土的工作坊 那你申請了之後呢 通過了 那我們的秘書 就會指派我們 相關的各地的講師 到你的場所去 所以你們要申請 只要準備兩個 一個場地 第二個 是參與學員 那就會有這樣子的 檢渾課程 也歡迎大家去利用 那像我自己呢 因為在東部呢 大家資源比較少 我連投影機、布幕 畫畫這個家具 畫畫 剛剛講說這個延長線 所有的設備 我通通都會準備 如果需要 我就是一台車 開了就過去了 你只要給我場地 給我人 我就可以去推廣節能概念 好 那我們開始進入正題 剛剛大家都聽了 前面薛老師講的 這個氣候變錢 對不對 那我就簡單 氣候變錢我不要講太多 但是延續一些 這幾個重要的訊息 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 最近這十幾年 我們的環境呢 其實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多的危害 我統計全世界各地呢 世界各地 不斷的都有一些氣候災難在發生 都有一些氣候災難在發生 包括 這一個 這一個 大家看到這上面有一個什麼 蛤 颱風對不對 對不對 這颱風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是哪時候的颱風 右上角 2013年11月起航 有沒有人記住這個是什麼颱風 這是一個 人類氣象史上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 它是侵襲人類侵襲地 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危害最大 我之前都會講是 威力最強 可是經過上禮拜以後 海軍不是威力最強 我後面會講 我後面會講 大家會不會記得 這是哪一個颱風 我 我們還是有個字 海燕嗎 對 沒有錯 就是海燕 海燕颱風 海燕颱風 它是2013年11月7號 其實它是2013年的最過一個颱風 已經到了11月了 11月了 你看它的颱風也這麼的清晰 它最後往哪裡跑 還記得嗎 它往哪一跑 菲律賓中部 它往菲律賓中部 它往菲律賓中部 三天後 這裡是 你看它的雷達圖的這個影像 我都會給各位看一個 是上禮拜鄧桶圖的 親身經歷 這是親身經歷 好 先談這一個 海燕 牆台 它在美軍的分類裡面 5級以上 美馬分類的 它的最高空數 17級公里 17級公里 三天後 最後的菲律賓就是這個樣子 失蹤加死亡超過8000人 將近超過100萬棟的房子全檔 這是過去親習人類 親習地最強最強的巨峰 最強的巨峰 那這個呢 其實不只它在發生 在台灣有的發生 這是莫拉克2008年 對不對 三天內 下了超過2300公里的雨量 這些都是極端氣候 造成我們重大的損失 造成重大的損失 來 給各位看一個 上禮拜 請問一下 駐台東的局長 都沒有 所以你們都是最近 昨天才剛到的對不對 這個是 這是 尼伯特 他在進台東之前的樣子 他的中心風速 他的大 範圍大小比台燕小 但是中心風速 測得的結果 最後公布的資料 比台燕還要強 7月8號凌晨 他就直接往太馬里 大概是這個南邊一點而已 往太馬里衝 受災最慘的 就是中心跟最邊緣 他的中心在太馬里 邊緣正好在台東市 那天清晨 我記得我大概3點 就起來對抗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方式 正好後面面北 面北的結果 因為我們在最邊緣 逆時針旋轉的時候 台東市正好是全部 是隱封的 是正北方 所以我的正北方 三個房間 全部都收到重新 最頂頭的一個採訪罩 全島 那各位如果可以有機會 往南一點走 太馬里的鄉南村 超過九層的平房 屋頂全部顯露 這麼強的一個台風 當其實 海燕來的時候 大家講他是百年一次 百年一次喔 那理論上來講 對我們西太平洋來講 海燕來了一次 下一次類似海燕的是哪時候會啊 應該一百年後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到三年 寧伯特就跑出來了 為什麼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們地球的氣候呢 不斷地在草惡化在走 草惡化在走 事實上這個原因呢 一個推斷 當然有很多成因 但是我相信的 是 他是因為地群人化 所以造成的 他是地群人化的 什麼是地群人化的 什麼是地群人化的 對 剛剛講了那麼多氣候變先 他到底是為什麼形成的 知道嗎 來 有沒有人願意講一下 什麼是地群人化 各位帥哥 你一直看著我 彷彿在告訴我說 趕快叫我吧 來 你覺得什麼是氣候 地群人化 溫室效應造成氣候 溫室效應造成氣候 地球的溫度上升 什麼是溫室效應 然後就是 剛兩話的一些 是 當地球散熱服 當地球散熱服 差不多 沒有錯 鼓勵你一下 好 什麼是 什麼是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暖化的現象 其實很簡單 就像這位帥哥講的 他是溫室效應 我們的地球呢 本來是一個冷冰冰的星球 那上面有一層滑寶的大氣層 那這大氣層裡面呢 有一些溫室氣體 這些溫室氣體呢 本來是好濕的 為什麼是好濕的 因為這些溫室氣體 它有吸熱的能力 當太陽光照射到地球表面之後呢 大部分的是會反射不會太多 那只有極少數部分的熱呢 是會被我們的溫室氣體給吸住 那這些溫室氣體吸住這些熱以後呢 才讓我們整個地球怎麼樣 開始有溫度 有了溫度 有水 有空氣 才會有生命 這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溫室氣體不是壞事 可是呢 科學家在發常發現不對勁 什麼地方不對勁呢 因為 我們這一兩百年來 溫室氣體的量 逐步的越來越多 那越來越多的結果 就代表說 它吸住的熱會怎麼樣 一樣 一樣會同步增加 那這個熱越濕越多 就會讓我們整個的大氣層的溫度 就會上升 那大氣層的溫度上升以後呢 它就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所以 地球溫度會上升 真正的 真正的原因是在溫室氣 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知道到底哪些是溫室氣體 哪些是溫室氣體 哪些是溫室氣體 有沒有知道 蛤 CO2夾碗 然後水汽 CO2夾碗 水汽 沒有錯 前面兩個是對了 知道我們的溫室氣體 有發發 對氧化蛋夾碗 兩化搖蛋 浮力燙泡物 還有錯 但是呢 其中兩個 兩個 成分最大的 就是 對氧化蛋跟水汽 那這些溫室氣體呢 我們剛剛講過 它會影響我們的 大氣層的溫度 對不對 所以它取決的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 當然就是它吸著能力 這其中 吸著能力最強的是 加碗 請問大家 加碗是什麼 啊 加碗是什麼 小 那麼小聲聽不到 嘿 屁齁 不要害羞 放屁是自然現象對不對 當然是 所以大聲的講 可是 不對 你有聽過傑人撿屁對不對 有嗎 蛤 說不出來 我們都講傑人撿 看嘛 有沒有人講傑人撿屁 沒有耶 那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講傑人撿屁 交換不是心惡能力最強的嗎 所以我們應該設法大家都不要放屁 交換都出不來 那這樣子我們的氣氛就不會那麼高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屁股被控制 不行嘛 而且第二個 不是因為屁不能控制 是因為 最多的握手 不是夾腕 是後人懷懷 你們會說不對啊 明明剛剛講 夾腕的吸熱能力最強 對不對 那照理說 我溫室效應導致我 地球溫度上升的最頭握手 應該是夾腕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 你們會知道 來 徵求一下 不讓猜謊 答案就在我投入片上面 為什麼不是夾腕 只有兩碗 為什麼 你們會看到我投入片 你看得到嗎 來 更立一點 好 來 我告訴大家 其實呢 除了吸熱能力以外 我們最後要看的是 它在我們大氣中的存在的重量 重量 那夾腕呢 一般被釋放到空氣中之後呢 它大概會在我們空氣中呢 存留大概12到17米 但是二氧化它可以存在過去 來 二氧化它還存在多久 大聲一點告訴大家 對 就是魯賽克 五十到兩百年 五十到兩百年 比如說一旦二氧化它 一放出來 對不起 兩百年後怎麼存在 兩百年多久啊 這麼久 還是這麼久 還是這麼久 夠不夠久 喔 不夠啦 兩百年呢 大約大約啦 最起碼都三個世代以上 對不對 也就是說啊 你的阿公的阿公 阿公的阿公 一百公年前嘛 他那時候抽菸的時候 吐出來的二氧化碳 到現在存在嗎 還在對不對 還在喔 然後你的阿嬤的阿嬤 幹什麼 你阿嬤阿嬤那時候燒柴煮飯的時候 放出來的二氧化碳 到現在還存在嗎 還存在耶 所以你看 二氧化碳被存在這麼久 所以啊 這個驗證了 中國的阿嬤 驗語叫什麼 祖先與我們 永遠與我們合在 對不對 因為祖先用二氧化碳的形式 回到在我們身邊 所以小心喔 待會要跟阿公阿嬤說早安 你看二氧化碳存在的這麼久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呢 所以導致我們的 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呢 就會開始不斷的 不斷的往上漲 到底漲了多少呢 這一張圖呢 是聯合國氣象委員會 他們所研究出來的資料 大部分的資料是根據 美軍氣象局的 在全世界的偵測點 他從1955年的310ppm 已經一路 已經漲到去年年底 去年的年平均 已經第一次突破400 突破400 你看這個漲得很快 在這麼高的二氧化碳濃度的情況之下呢 地球的溫度呢 真的開始在往上漲 這個也是聯合國氣象委員會的資料 他從工業革命之後 地球的全球的年平均溫度 來做估計 各位注意看 1860年之後呢 地球的年平均溫度 其實在齊齊不符有沒有 可是注意看一點 剛剛我們的時間點在哪裡 1955年 從1955年之後呢 請問地球的溫度有回來過嗎 將近60年了 地球的平均溫度從來沒有回來過 那有些人會懷疑說 這個會不會是地球 這麼久的年代裡面 一個氣候循環嗎 好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呢 這是中原院地科所 汪中和教授 他所提供的一個資料 這資料 紀錄了他們考古學界 去紀錄地球 從40萬年前的 二氧化碳的濃度分布來看 從40萬年前呢 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呢 大概是在250左右在飄動 然後再飄動 最高呢 大概就是接近不到300 這是40萬年 一直到哪時候 一直到最近 我們剛剛講過 去年的二氧化碳濃度來到多少 400 過去的20萬年 從來沒有哲學過 我也是拿這個資料 在一個場合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 很可愛喔 他說不對 我找到一份一百多萬年前的 有地球曾經超過300多年 一百多萬年 簡單用那個朋友的資料 也就是一百多萬年以來 地球是第一次面臨 二氧化碳濃度這麼高 而且大家注意看 他還沒有停下來 他還在持續地走 那這持續地走 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根據聯合國氣象委員會的推論 推論喔 如果我們現在的 碳排放的行為 通通不改變 冷氣照吹 電視照看 電影照樣的享受 那我們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不是就照這個 現第一種算數對不對 走到哪裡 走到當二氧化碳濃度 超過450ppm的時候 地球的溫度大概會上升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地球的 氣候的自我調食的機制 就會開始被拖來 什麼叫自我調食 就是地球本來的氣候會是循環 對不對 一年四季春夏秋風都會來 冬天過去以後 隔天的春天會在 但是對不起 一旦我們讓二氧化碳濃度超過450ppm 地球溫度超過2度 開始 兩極的冰開始溶掉 溶光了之後呢 請問地球還有能通氣溫體嗎 沒有了 沒有了以後 第一個冬天不見了 接下來呢 春天秋天也不見了 剩下五天 剩下夏天 那個時候 我們 在用盡各種方法 都已經沒辦法 把這個地球再拉回健康的狀況 因為它已經破了那個靈界領 所以那靈界領在哪裡 450 450 距離現在還有多少 多少 太多大 50ppm 那你50ppm 那到底多少度 科學家都幫你算出來 哪時候 2050年 2050年 如果我們現在一切的行為都不改變 繼續到二氧化碳濃度 這樣往上走 2050年 對不起 地球就會 開始走向面 距離現在多角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後呢 我應該不在了 我應該在上面看你們 但是你們應該大陸沒過在 幾乎全部人都會在 你們會稱之為 還有在那 那在那是什麼狀況呢 我給各位看一段一段 這段短片有沒有人看過 這段短片呢 是聯合國氣象委員會 在京都伊利蘇 之後呢 他們 直播的 大概在十幾年前 快二十年前 快二十年前 直播的 他講的就是 當地球 每 上升一度 地球會面臨的問題是 上升一度大概就是現在的狀況 我們現在大概就上升0.8度 某些地方呢 開始便宜單旱 跟極端情況 上升到兩度呢 南北兩極的兵會大量的溶解 會大量的溶解 會大量的溶解 到了三度 那已經是完全失控的一間 過了三度 什麼都沒救 到達五度呢 大概大部分的生物在地球上都生存不了 都生存不了 都生存不了 所以我們可以去敲解他的溶解 他那時候講的是 七年內 要降對方和排放多少 反正是90 好 我們到這裡吧 誒 他剛剛講說 七年內 對方和排放降多少 九十個 有沒有人願意做 沒有 都不願意做 那都不願意做的話 完了 三十四年後 各位會看到地球毀滅 願意看到他毀滅的記者 也沒有 糟糕了 那怎麼辦 你既不想看到他地球毀滅 你如果想做90%的 會馬上排放的減少 為什麼不願意做 因為不知道怎麼做 好 我教你怎麼做的話 你會不願意做 你可以做 知道怎麼做 以後願意做的幾首 我再教你 真的齁 欸 有這麼多人舉手了 超過一半了 好 這樣反正90嘛 對不對 你第一個想到的是 你要減少什麼 電氣不要用 冷氣不要吹 可以啦 冷氣不吹 剛開始要很勉強 對不對 我告訴你 那個是小事情 車可不可以開 車不能開 因為降環是90% 他們來幹嘛 那個車都是什麼燃料 都是石油 即使你現在用電的 電動車 電動車背後 其實也是石油轉換過來 對不對 車不能開怎麼辦 騎腳踏車對不對 騎腳踏車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吧 錯 腳踏車不能騎 為什麼不能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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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降百分之90%的攤牌棒 腳踏車怎麼做的 腳踏車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嘛 對不對 那誰幫你做的 啊 工廠嘛 對不對 那工廠用什麼 什麼東西做出腳踏車 蛤 用人也用電嘛 對不對 他用機器才能做出來啊 所以腳踏車不能坐 不能騎 你說好不行 腳踏車不能騎 算了 我用走褲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總是我自己的嘛 可以 但是 對不起 你腳上穿的是什麼 鞋子 請問你鞋子都會穿 可以穿嗎 不行耶 為什麼不行 鞋子誰做的 也是工廠做的 哎呀齁 鞋子也是機器做的 那怎麼辦 那沒關係啊 我跟原住民學習啊 原住民以前有什麼 有草鞋嘛 草鞋總可以吧 可以 所以 行的部分解決了 穿著草鞋走路 OK 可是對不起 鞋子不能穿 請問你衣服會不會穿 蛤 衣服可以穿啊 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耶 衣服誰做的 衣服工廠 蛤 也是工廠做的耶 對不對 糟糕了 啊衣服不能穿 穿什麼 穿樹皮啊 我告訴你 台東部的原住民很厲害 原住民早期是敲樹皮來做衣服 可以嗎 可以 但是 不好意思 吃怎麼辦 電鍋可不可以用 好像不行 阿維科普可不可以用 瓦斯可不可以用 請問 聽到這裡 你還願意 為了救地球 放棄百分之九十的 他們還幫你舉手 欸你不是我講的你會做嗎 對方好我都告訴你啦 要不要做 為什麼 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因為瓦斯已經做出來的 是本質 做出的很難 好 已經做出來的東西 不會再採訪 瓦斯可不可以用 沒有想到瓦斯可不可以用 沒有想到瓦斯可不可以用 我享受三十年的 享樂生活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了 三十年後呢 百分之七十人還都害我 更重要的是 即使我不在了 我的兒子孫子在不在 還在 所以可不可以這樣子放棄地球 不行 不能這樣子放棄地球 那該怎麼辦 接下來我就告訴大家 就如同剛剛 這個陳秘書長告訴大家 什麼電最好用 什麼電最好用 不要用電最好 對不對 不要用電最好 對 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回口看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濃度 為什麼會 霹哩趴著這樣子往上升 生物這麼遠 為什麼 其實 過去 過去的地球 動物呼吸 會吐出二氧化碳 對不對 但是呢 植物行光和作用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二氧化碳給吸掉 所以過去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 其實是一個平等狀態 它是一個平等狀態 除了 偶然 因為某些組織的不同 它會稍微失控 可是大致來講 它是一個 維持在一個平等狀態 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我們人類很厲害 我們人類在18世紀 就是1860年以後 我們有一個很重大的 革命是什麼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的精神是什麼 用機器取代革命 問題來了 機器無緣無故 是要怎麼自己會動 所以我們講的是工業革命 其實是機器取代原力 其實真正講的是能源的革命 能源的革命 因為 我們的工業革命 那個階段 我們發明了蒸氣機 蒸氣機呢 它就有辦法去帶動很多的機器 所以關鍵是在裡面 在18世紀以前呢 我們的祖先 其實過的方法 其實是很單純的 可是自從工業革命之後呢 我們把蒸氣機這個發明出來之後 我們的真偉越來越便利 相對的 對不起 用的是怕實能量 它就會產生大量的化碳 這個才是真正的補充 這才是真正的補充 那講到了能源 要回頭來講說 咦 那我們為什麼非用那個不可能 事實上能源有很多的形式 能源簡單講就是 它能推動物體產生作用的能力 就叫做能源 那能源的形式呢 包括很多種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熱能 工業革命之後呢 把這些熱能去轉換成機械 或者是呢 之後我們發明了化學 或者是核能 甚至輻射 這些都是能量的轉換 它會根據我們所需要的心態 去做改變 我們講到能源 我們祖先最早用的是這個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記得嗎 大家想說 除了這個以外 大自然間有最天然最天然的能源 是哪三種心態 哪三種心態 哪三種心態 太陽 風 跟什麼 跟水 這三個都可以發電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拿來發電 有啦 但是現在還不多嗎 有啦 還是不多 好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溝通 再給大家看 來 帥哥 幫我看一下這邊有幾顆燈 五顆燈 來 我現在尋求一下 誰 幫我 當你看到這個燈的時候 怎麼樣讓這個燈會亮 你第一個會想到做什麼 找什麼 找正極負極 找正極負極 一下套 有沒有按鈕對不對 按鈕一按它是會亮嘛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都沒看到耶 糟糕了 然後會不會有電池藏著 有沒有 你要找正極負極 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耶 來 什麼都沒有怎麼樣讓它燈可以亮 帥哥 你覺得怎麼樣讓這個燈可以亮 吹風 欸 你看到一個風扇在這邊 感覺好像是風力發電對不對 好 來 帥哥 請你幫忙一下 讓這個燈稍微照亮一下我們 欸 你這不是風耶 你這是受力發電 風不好吹 欸 你不是說風會發電嗎 要吹很多 不用 欸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風力發電 欸 但是我剛剛講 它的確可以發 為什麼那位帥哥發不出來 不知道 來 看看 可能 他是男生 他喜歡美女 來 美女幫我看看 怎麼樣讓他配亮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發電的概念給大家 在生人員到底要怎麼樣 哇 開始在拆我的飛機 有沒有排管 有沒有電池 沒有 糟糕了 要怎麼樣讓他 剛剛那位帥哥講風力 而你是受力 用手這樣轉是什麼 受力發電 好 有沒有人要自願 有沒有人要自願 那純純立動 好了 來 你轉過來面對大家 要轉過來面對大家 大方一點 我們接下來要一起工作在一起的 對 面對大家 好 這個燈要操著大家 不是給你看是給別人看 你要娛樂大家的 來 來 怎麼樣讓他可以 可以把 這次告訴大家 風可不可以發電 感覺起來可以對不對 但是 要不要有技巧 要有技巧 風向 你覺得風向要怎麼樣 你來 你來試試看看啊 你來試試看看啊 他以為我多換個新的 剛剛 你還是要用受力 好來 剛剛那位夥伴已經想 嘗試用風對不對 你剛剛吹了沒有對不對 我吹給大家看 好 我有很大力嗎 阿沒有耶 阿為什麼他會發電 好 正面吹 來交給你來試看看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欸 不錯耶 你看 他吹了兩個燈 欸 可是兩個燈喔 不過我打怪 我很想打怪打久一點 你可不可以幫我吹四個燈 兩個燈 沒有什麼 來四個燈 可以嗎 不行 來 帥哥 讓我打怪打久一點 幫我四個燈可以亮一下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風力發電它真的是要有技巧 來 我再回來這一位 來 你看過人家的技巧了 再給你試一次 四個燈喔 四個燈 四個燈 用天風扇 用天風扇 沒有 沒有 你夠高 你試看看 不要 糟糕了 怎麼你還是沒有 好 前面這幾位呢 他的做法是 往正中間摧 正中間摧 正中間摧 他的下方 它其實是一個電池 電池馬達 電池 池 它轉動得夠快 它就會產生電 產生電了之後呢 這個燈才會亮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發電原理 它是帶動電池馬達 它透過池 來轉換電 所以 代表就是 你要轉得夠快 電池會怎麼樣 越多 所以要讓這個風扇轉得越快 關鍵是在這裡 關鍵是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教具 要告訴大家 是 風可不可以發電 可以 可是 風不容易 大家想像中覺得說 那個風可以發電 為什麼我們都不用 真的是很笨 是什麼原因不敢做 都不是 我們這個專案 是跟公園院 跟人員警頭做的 所以我們專案的講師 其實都有在公園院手續 那我們 出來外面 跟大家分享之前 我們自己總是要先吸收 所以我們定期會 回公園院 找專家給我們上課 那我們曾經找過 找過再生能源發電 他們包括在公園院 他分 風力組 太陽能組 地熱組 他上過課 有很多的困難點 不是不錯 不是不錯 只是做起來他的效率 合不合理 他最大的關鍵在 剛剛講說 不要用電是最好的 對不對 其實最便宜的電 就是火力發電 最便宜的電就是火力發電 台電現在 因為台電的電 電價漲不起來 台電的電價漲不起來 他平均大概 賣出去的電 只有三塊多十塊 平均 總平均到最後再三塊多十塊 對 所有的再生能源 現在的成本 都超過期望 都超過期望 對 這樣子工需的平衡 會產生一些問題 好 不過不管怎麼樣 簡單講 我們目前的發電的狀態 超過八成 包括火力 包括吸電工生 超過八成 我們都還是在用火力 因為他成本就貼了 他成本就貼了 其他的都有一些問題 有哪些問題呢 那火力到底會怎麼樣 會出什麼問題 剛剛講過 火力發電呢 大家 各位就會想像這個 他只是用燃燒 產生水蒸氣 然後讓這個水蒸氣呢 產生速度 然後沖在哪裡 沖在火力發電的 蒸氣機上面 蒸氣機上面 這個發電的蒸氣機上面 然後他快速的轉動以後 帶動產生電力 那風呢 他是直接用運用風 來產生電力 太陽能力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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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火力這種方法呢 其實是成本最低 因為他只要燒 那他燒了這些之後呢 他燒了 不管是煤炭 天然氣或石油 他燒了之後呢 他產生能源供我們打腳右 但是他產生那個補產點 會有發展 有多少呢 根據我們每年 每年 每年我們政府都會統計 我們排電每生產一度電 他大概會產生多少 會有發展 101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一度電 平均會排放532公克的 會有發展 那這個數字呢 每年都會跳動 每年都會跳動 也是簡單講 我們大概產生一度電 我們就會排放大概500到600公克的 這個量很多 除了這個以外 很多的發電形式呢 他都會對我們的環境或健康 會造成多多少少的一些影響 這是火力發電廠 台中火力發電廠 他是目前全世界 全世界所有的火力發電廠裡面 碳排放量最高 在第一名 除了台中火力發電廠 還有一個雲林麥羽 還在第一名 這就是台灣發電過度依賴國畢的原因 過度發電的結果 那這個造成什麼問題呢 這兩張圖是在草屯拍的 誰可以告訴我 這兩張圖最大的差別也在哪 他是同一個角度 只是不同的時間 拍攝 什麼東西不見了 他的高山不見了對不對 他的高山不見了 這邊看到山這邊看不到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當下落雨的時候 他的PM2.5大概只有在16 這個是平常的時間 PM2.5大概在47 很明顯的看得到 草屯的上風 平時的時間 會懸浮了很多的懸浮威力在那邊 可是他想說不對啊 草屯在南投耶 對不對 風光明媚的地方嘛 對不對 為什麼謊人會更糟糕 推測啦 沒有真正的研究 推測 是台中火力發電廠的大煙沖 他上風的空氣一吹 請問大煙沖放出來的 懸浮威力飄到哪裡去 飄到中央山脈的三角下 因為他飄不過中央山脈 所以他是飄在三角下 反而大煙沖的陣底下有沒有事 沒事 這就是火力衝化電廠另外一個 無作用 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想說 那我用核能好不好 核能 它很乾淨 它也過便宜 可是對不起 台灣承受不了 不怪異 舉個例子 我把日本311福島 核電廠的疏散範圍 整個範圍搬來台灣 這個中心點呢 把它搬到我們的核一核二 它疏散到哪裡 一直疏散到彰化雲林之間 比如說簡單講 如果福島的核電市場事件 不幸的發生在台灣 一半的台灣不見 我說啊 我們住在南邊 沒事 真的沒事嗎 如果北部會發生這種事情 請問南部會不會出事 也會對不對 他南邊的核三如果出事 對不起他出山到哪裡 整個南邊的台灣不見了 如果真的發生那種事情的話 請問北也不見 南也不見 請問你要往哪裡走 有一個真正的目標 太平洋沒有蓋子自己跳 對不起 你連跳太平洋都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一樣啊 你這個圈一拉 請問太平洋沒事嗎 簡單講 這個事件 有一個主導的事件 如果發生在台灣 大叫可不見 這個是核電對方的大家關心 對不對 所以不管哪一種發電的形式 他是不是都要付出代價 對不對 他都要付出代價的喔 我有一個沒有講 是因為今天大家要努力去做那一個 但是他是不是要付出代價 也有 只是他相對比較少一點 那就是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 他也有他的問題複雜 我有興趣 因為我不是這個講迪 所以我今天不能講太多 因為我也是 演員局太陽光電的 合格的推檔講師 所以對太陽能發電的整個過程 我也非常清楚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再問我 好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什麼發電形式都不行 所以這個電是不是來的就很珍貴 我們揮頭用火力 用火力到最後的問題會出在哪裡 34年後當然不見 對不對 所以最好方法是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堅持到現在 我每年大概都會出去講 20到30成的電 解約有電 對不對 既然我用各種方法都要付出代價 那我就更應該好好的去珍惜 每一度放出來的電 為什麼 來告訴大家 誰可以跟我講電怎麼來的 電從發電廠以後 為什麼我家裡 艙頭一插又有電 怎麼來的 蛤 裡面有小螞蟻一般來的 你插頭一插 小螞蟻趕快搬電來 蛤 用什麼來的 蛤 電線嘛 對不對 那麼簡單 可是你電線一拉它電就會來了嗎 不會耶 你隨便拿一條線它會怎麼會來 它要付出代價 付出什麼代價 它用水 不管是水還是電都一樣 從壓力高的地方往壓力低的地方流 學過物理的都知道 物質不沒有電力 從壓力大的地方往壓力小的地方線 對不對 電流也是一樣 它從高電壓往低電壓跑 所以當你一拉線一拉起來以後呢 對不起 發電廠大概在一萬到一萬五千伏特 它上到三十四萬五千伏特之後呢 你一路的往下降 降到你家剩多少 兩百二十五個 兩百二十五個 然後你家裡 才會再分出去分成一百一十五個 可是 學過物理的人知道物質不面定律 電壓成這樣子一直往下降 請問它的能量會不會損失 會損失喔 損失多少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電力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資料 你家裡要用一度電的話 對不起 台電要準備十度電的煤 供應你家裡一度電 十度電的煤 裡面大約三度電的煤 是拿來燃燒的 產生了大概七度的電 這七度的電呢 一路降壓降壓降到你家 升幾度 升幾度 所以你家裡用一度電 對不起排電 耗掉多少度的能量 十度電 十度電 十倍之多 所以你不要家裡覺得說 啊家裡我一度電算不了什麼 這一度電呢 背後付出的代價有多少 我剛講過 一度電 會排放多少位 你看看 好不好 532對不對 那 如果加總這些成本 你家裡用一度電 其實你排放多少會很大 在家裡面 五千公克 是五千公克 所以你看看這個量有多少 所以呢 我們能做什麼事呢 簡單講 我們如果家裡 每個人家裡一天 省下一度電 一天省下一度電 我們全國 八百三十八萬的家戶 一年呢 就可以省下了 三十點六億度的電 這三十點六億度的電呢 相當於 就是一百六十萬公噸的 二氧化碳濃度 如果 如果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每個家戶都可以這樣做 請問我們的 二氧化碳濃度 還會繼續往上衝到四百五萬 他的速度會慢下來 他的速度會慢下來 那這樣的慢下來夠不夠 光這樣子慢下來就夠了 為什麼 當我們往上四百五的速度慢下來的時候 這個地球毀滅時間 會從二連五連會繼續往後延 往後延是幫我們爭取時間 做什麼事 爭取時間去研究更好的替代能力 更有效率的替代能力 那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減緩 減少地球被毀滅的機會 好不好 所以 在這邊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 省下這一度電 他 他 就有可能可以救地球 不只是救地球 還可以救我們自己 可以救我們自己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現在來告訴大家 一天要省下幾度電 幾度電 看過你家裡的電表 都沒有對不對 我們目前的電表 有兩種 一種是數字型的 一種是紙針型的 紙針型的比較難讀 有一種最新的 台灣目前台電一直還沒有推出來 我很希望他還會推 可是他一直沒推 智慧電表 這個電表呢 很不限時 他必須要用人工草表 會導致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 現在台電的用電數據 是沒辦法分析的 沒辦法精準的分析 因為 他的基礎都是人工草表 我去今年年初 幫台東縣政府 在追蹤這個捷電計畫 去分析過台電提供的資料 亂七八糟 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 好 來 這個電錶呢 他的指針呢 是一正一反 一正一反 誰可以告訴我 這個毒質是多少 這個毒質是多少 通常是五位數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7 沒問題 第二個是多少 0 第三個呢 第四個呢 他有沒有超過1 沒有 所以是多少 0 第三個 第四個呢 6 因為他是一正一反 所以他是在6跟7之間 他有沒有超過7 沒有 所以他是多少 6 然後這個呢 他超過3一點對不對 所以是3 所以答案是7000.63 要記住喔 這個 要記住怎麼看 好 接下來跟大家來分析說 那到底我們台灣目前的用電狀況是什麼 其實台灣的天氣呢 夏天跟冬天差一定很大 所以呢 但是夏天的時候呢 我們的用電第一名呢 是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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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南部或北部 都是空調 那到了冬天呢 就不一樣喔 到了冬天呢 空調的比例降低 因為尤其在中南部 不會用暖氣 只有北部偶爾會用暖氣 那這個時候 其他的 家電的佔的量很大 第二個是大衝的 很多會被忽略的是照明的 很多會被忽略的是照明的 照明大家都經常會忽略它 好 除了這一話 要告訴大家訊息是 我們的電費的計算 它有跟夏季跟飛翔系 為什麼要用夏季跟飛翔系 因為夏天大家用電做 到了冬天用電少 那台電 夏天拿來發電的設備 到了冬天都不會用 不會用對不對 那這些設備誰貪 那就是大家貪 第二個為了鼓勵大家 夏天用電量高的時候 盡量節約用電 所以它有夏季的電費 差不多常呢 如果在120度平均值以下的話 它是沒有差別的 120度之後呢 用電量越大 它的差距越大 它的差距越大 好 來接下來要問大家 請問大家 那夏季 夏季電費從哪時候開始 有人知道嗎 有沒有知道 夏季電費從哪時候開始 各位要接觸人員 第一個就是要省自己的得報 這是最基本的 來請問一下 夏季電費幾號到幾號 來快點 有沒有人知道 夏哥知道嗎 4月1號不對 4月1號還不是夏天 7月1號 6月1號到幾號 9月30 9月30 沒有錯標準答案 要記住 是6 7 8 9 4個月 為什麼是4個月不是3個月 這都沒人知道 我自己的猜測 因為台電超標是兩個月超一次 你如果跟他講三個月還好啊 那他多一次超標的人力費用 所以你已經知道我們台電 這個電呢 不好意思 兩個月超一次 所以他一定是要雙數 所以是4個月 6 7 8 9 這四個月呢 他是用夏季電費 夏季電費的費 費用會比較高 累積越高 他的落差越大 超過一千度的話 超過一千度的話 你比飛夏季大概就高了 百度50 一般家庭用電 一般家庭用電 應該都落在300到500 那節省一點大概兩百多 節省一點大兩百多 要記住 好 接下來我們講完了這個電費以後呢 我現在問問看大家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目標 一天要省幾度電啊 幾度 一度電 請問一度電從哪裡省 不知道 那我趕過來問好了 那你家裡什麼東西最好便 冷氣 冷氣 對冷氣一個是最好便 還有沒有 冰箱 很多人拆冰箱 熱水器 那什麼 電腦 還是什麼 電視 吹風機 吹風機 為什麼你就是吹風機 吹風機還那麼小 冰箱這麼大 因為他只是轉成熱的 他只是轉成熱的 好 來我給各位猜猜看 我這邊呢 有十幾樣的電器 這十幾樣的電器呢 如果在同一個使用時間下 他最好便的是哪 九個子 這些電器幾乎都你家裡有 對不對 維波爐 很多齁 維波爐 對 你為什麼呢 認為是維波爐 檔絕 對 對 加熱的速度很快 好 來 我先公布答案 第一個就是冷氣沒有錯 冷氣是最好便的 第二個其實是電磁 電磁 電磁 就是我們東天出國的那個 電磁 第三個是維波爐 沒有錯 維波爐也很好便 但是它是瞬間加熱 它是因為產生 用電產生大的微波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能量 才能產生 它有點不太能量 第四個 果然是水風機 因為水風機 它要瞬間產生熱 而且 不只是熱 它要產生高速 對不對 它的風扇要轉出來 你才能用 對不對 所以 水風機 你幫它小小一排 它的耗電量是很高的 再來是吸塵器 吸塵器它最主要是轉動 它要產生吸力 你吸力要越強 它的馬達就越耗電 馬達就越耗電 再來是烤箱 一般的烤箱 好像我環麵包的烤箱 它耗電量也很高 再來是 電熱水瓶或開飲機 電熱水瓶或開飲機 欸 講到現在 冰箱還沒出現 到底冰箱耗不耗電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再來是大鋒電鍋 這是家裡最常用的 電子鍋電鍋 它也會非常的耗電 它也會非常的耗電 好 然後這裡剩下最後一個 還是沒有冰箱 也沒有電視機 所以跟大家平常的冰箱 是有點出入 最後一個是 陶煮司機 既然冰箱 電視還是沒有 陶煮司機 是因為它要瞬間講的 它的溫度其實很高 它溫度就是高 那這些到底怎麼判斷的呢 其實這些要用一個 一個單位來判斷 那個單位叫做 耗電功率 每一個電器呢 它的 它都有一個耗電功率值 那這個耗電功率值呢 它背後就代表 它耗電的無時速到低 各位注意看這上面 800以上 我用紅字的部分 800以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9個最耗電 請問 電冰箱多少 電冰箱多少 一百三而已 為什麼電冰箱不耗電 我跟大家解釋 因為電冰箱的作用 它是要在小的密閉空間裡面 而維持大概三到五秒 那電冰箱的設計 它為了維持很低的低溫 所以它的冰箱體 一定要有保溫材 保溫材 所以只要這個保溫材 密封性沒有被破壞 其實它的冷氣是不容易外洩的 所以它需不需要很大的馬力去嫁回它 不需要 所以你經常會聽到人家講說 電冰箱要怎麼使用 第一個 不要常開冰箱 你冰箱門越常開 你的電就耗得越小 不要大家認為說 它冰箱我是24小時插著 其實插著它大部分時間都是保溫的 都是保溫的 同樣的原理反過來 保溫所需要的開引機 為什麼需要這麼高的電源 那個耗電量 因為我們目前大部分 市面上80%以上的 電熱水瓶或開引機 它本身沒有用保溫材 來去保護你的熱水 有保溫材的電熱水瓶 可是它的價錢3000塊以上請掉 所以你如果在市面上買到1000多塊的電熱水瓶 對不起它完全沒有保溫 那它靠什麼維持溫度 它耗電 靠耗電 所以那整個才是真正的在殘害地球 只為了你隨時想喝一口熱水 24小時它都要耗電在那邊 軌死那個溫度在那邊 所以這個 讓大家記住 好 所以這個耗電功率它到底在哪裡呢 它的單位叫做瓦克 瓦克 電能量 這個呢其實在每個電器 每個電器的 看這邊有沒有電器 有 借用一下 每個電器的背後 其實它都有一個 泡電功力的表示 等我一下 這位帥哥 幫我找一下 這台電風扇的耗電功率是多少 在哪裡 它通常在電器的側邊 或者是底部 有看到嗎 它的單位是什麼 瓦 一個W 一個W 來 舉起來給大家看 在哪裡 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所以以後你的電器 到底它的耗電功率是多少 它耗不耗電 知道怎麼找的嗎 這個是多少 無數 無數很大 比電風扇還好 好 如果你家裡 真的 電器看以後 看不到那個數字 怎麼辦 我們有一種叫做電力計 這個電力計呢 可以測出這個電器的耗電量是多少 來 一樣這位帥哥 你幫我拿過來一下 這個電力計呢 就是我手上拿的這個東西 這個呢 它就可以測出 這個電器它的實際的耗電量 實際它的耗電量 來 它的操作方法呢 把這個電力計插在牆壁的插座上 我用廉長線是因為要拿起來給大家看 比較方便 所以我今天用廉長線 之後呢 把這個電器的插口呢 插在這個電力計上面 好 然後來轉動它 來看一下 開始之前呢 建議大家確定一下 在沒有啟動之前呢 它的耗電量是多少 來看一下熱度值是多少 0 好 你現在幫我轉第一段 好 來 告訴大家現在拖子是多少 49 49 所以代表呢 它剛剛 這一台 這一台電風扇的 它的標示 泡電的標示是多少 55 55 所以它有沒有超標 沒有 它沒有超標喔 它沒有超標 好用第二段 好多少 52 它第二段已經加速到52 從46 加速到52 好 擺第三段最強的 58 59 57 大約在那個數字 這個代表說 這個 這個電風扇呢 某種程度上 它還算平均是穩定的 它沒有落差太大 我昨天在花蓮一個國中 上這個課 它們帶過來的吹風機 高到下十分 高到多少 來 請回座 來 請回座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炮電功力表吼 吹風機應該是在 一千 一千二對不對 它們的標示有到一千五個 實際測起來多少 兩千 實際測起來兩千 所以很誇張 所以你家裡的電器呢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可以用這個電力器呢 來去測除 那這樣你就會知道 家裡的電器 到底哪裡在耗電 所以每一種電器 每一種電器 它都有它的耗電功力 它都有它的耗電功力 好 那講完這個耗電功力以後 我還是回到來講說 因為我們省電的目標是多少 一度 一天一度對不對 問題是 一度怎麼算 一度跟電器有什麼 的關聯性是什麼 千瓦小時 沒有錯 一千瓦小時 叫做一度電 什麼叫一千瓦小時 簡單講 一千瓦的電器 一千瓦的電器 用一個鐘頭就是你不電 如果今天 我這台 我這台電風扇 是五十瓦 五十瓦 請問它用多久 是一電 多少 二十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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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五十就是一千 這樣會不會算 那如果今天 我 這個 我看一下 好 電冰箱 我的電冰箱 我的靠邊功力是兩百 我的比較大台一點 兩百的 兩百的電冰箱 它如果全時間都在轉動 全時間都在轉動 全時間都在轉動 請問它轉動多久 是一度電 五小時 那我剛剛特別講 是全時間轉動 事實上 冰箱不會五個小時 通通都在兩百瓦在轉動 除非什麼 除非你的冰箱 露了 所以 老舊冰箱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露的問題 露的問題 這個大家會算 一度電就是一千瓦小時 一千瓦小時 好 那從這裡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策略不出來 我們怎麼去結電呢 很簡單講 因為 度是等於功率乘以時間 第一個很簡單就是 我如果把使用時間縮短 我是不是就會剩下一些電 對不對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除了時間以外呢 我如果用一些 比較高效率的電器 像是我待會講的 燈具 一般的燈具跟節能燈具 它達到的效果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耗電量就降很多 那這樣是不是我就可以省到電 這是第二種方法 第三個是 我的用電設備 像冷氣的馬達 或冷氣機 我如果可以定時的去做保養 讓馬達在轉動的時候呢 會更有效率的話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省下電 所以三個方法 一個是時間 第二個是 節電的設備 節能的設備 第三個是 讓設備保養更有效率 記住這三個原則 所以呢 從這三個原則裡面呢 接下來我用 一小段的時間 因為我後面還要讓各位做活動 所以我要掌握一下時間 我們中間沒有休息 那如果需要上廁所的 就是自己過去 好不好 我們只有 打過最後的四十分鐘 六個節能手法 第一個 空調 第二個 待機 第三個 病實 第四個 燈具 第五個 電腦 第六個 是老酒家電 首先第一個跟大家講的真的很細 對 我講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講 我們講這六個節能手法 有一個中心的思想 我要告訴大家 是 剛剛 請大家 過我們那種 碳排放減少百分之九十 就做對不對 那 請你們為了節日用電 犧牲一點 要不要做 有人開始點頭了 有人還是無動於衝 沒有關係 我要告訴大家 接下來我告訴大家 這六個做法 你全部不用犧牲 你照樣享受你現在的生活 但是先做到第一點 哪一點 把你浪費掉的電 給節省下來 浪費掉的喔 你想要享受的 你居心享受 但是對不起 設法把你過去 無意間浪費掉的電 也節省下來 這樣子就足夠一度電 所以接下來我講這六個做法 就是從這個中期之幾度出發 省下你無意間浪費掉的電 我們先做到這一步 我們就有機會救地球 好 好 一定要告訴大家 是冷氣的使用 冷氣的使用呢 沒有叫你不要用冷氣 冷氣使用 把握兩個原則 第一個 溫度不要太低 溫度設在26到28 為什麼在26到28 因為 醫生專家有做過研究 如果我們的人進出這個環境 溫差超過5度 我們的免疫系統容易受傷 那就容易生病 那就容易生病 所以為了你的身體好 你的溫差 進出的溫差不要超過5度 不要超過5度 所以灌算下來的溫度大概在26到28 如果你已經設到26度了 因為你每個冷氣的大小跟空間不太一定 如果你覺得要26度還是不夠冷 怎麼辦 像剛剛這樣子 加電風塞 讓你的室內的空氣可以循環 溫度就會比較平均 這使用冷氣要注意的 第二個我剛剛講過 如果設備要做保養 記得冷氣的濾網要清洗 為什麼要清洗它 我們冷氣 在馬達之前都會有一個濾網 是因為馬達要吸室內的熱空氣 進到馬達裡面做熱交換 轉成冷空氣出來 所以如果室內的灰塵 全部都進到馬達裡面 請問馬達會運轉的順利嗎 不會喔 所以每一個冷氣機外面都會有一個濾網來保護馬達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濾網如果上面全部都是灰塵的時候 它就好像我們戴了一個口罩 你的呼吸會比較困難 會困難可以用力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馬達也一樣 當你的濾網滿滿的都是灰塵的時候 馬達就要花更多的力氣 怎麼樣 把空氣吸進來 什麼叫做花更多的力氣 它就是耗更多的力氣 所以這為什麼要大家記得要清洗濾網 要清洗濾網 好 冷氣的使用呢 清洗濾網多久呢 大約一個月檢查一次 檢查之後呢 再根據你的居住環境去調整它的頻率 最起碼剛開始是一個冷氣 好 既然講到了冷氣呢 我預先要講一句 冷氣的使用的思考 來我請問大家 冷氣裝的是給誰用的 蛤 給房子用的 好為什麼 告訴大家 因為房子會吸熱 房子會吸熱對不對 喔 要注意喔 咦 後面有人在偷笑 你不怕被你爸媽罵 冷氣裝給房子用 到底對還是不對 是對的嗎 對啊 對齁 阿對要大聲一點 要爭取大家的認同 認為 冷氣是給房子用的 舉手 兩個啦 三個 三個 三個後面的支持你 喔 啊 冷氣到給人用的啊 舉手 給人用的 來啦 好我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 我問你齁 當你進到這個屋子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很熱對不對 就像在正中的感熱 熱了以後 你第一件事情做什麼事 逼逼逼 幹嘛 把冷氣打開嘛 對不對 請問冷氣打開了以後 你會馬上感受到 涼爽嗎 不會耶 那哪時候才會感受到涼爽 要一段時間嘛 你沒有想過這一段時間 為什麼要等 為什麼要等 因為要等 你的房子涼快 你房子涼快之後呢 這個空間才會涼快 為什麼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房子呢 其實它不會無緣無故發燒 它不會無緣無故發熱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房子 受到太陽光的照射以後 它吸了熱之後呢 它開始散熱 它往外面散也往裡面散 往裡面散了以後 這些熱就出不去 出不去的結果 它就敘留在這裡 那敘留在這裡之後呢 當你人站進來 是不是覺得熱 熱了以後 開冷氣 對不對 你開了冷氣以後 你要等什麼 你要等這個冷氣 跟你的牆壁 的空氣 它的熱 溫度要平衡 平衡到某種程度以後呢 你的牆壁才開始 不會對於室內散熱 來 那請問冷氣給誰用 你的房子沒有涼快之前 你會涼快 會不會涼快 不會吧 對不對 一定要你的房子涼快了 你的牆壁涼快了 你在這裡面才會感到涼快 所以 冷氣給房子用得去收 有多幾個了 有多幾個了 所以要記住喔 所以 問題出來了 我們剛剛講過 冷氣是不是高耗能的東西 是嗎 它是耗電的第一名 對不對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讓這種高耗能的東西 來讓我的房子用 然後 幫我殘害地球 為什麼 我有沒有別的方法 再用冷氣以外的方法 來 讓我的房子降溫 有沒有 有喔 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 幫你遮陽嘛 我幫我的房子做一些遮陽的動作 這樣動作很多種 我時間不夠 我沒辦法講太夠 或者是呢 當我房子 吸了這以後呢 我設法不要讓我的牆面 把熱氣傳導到裡面 所以我從內部去做隔熱 也是一個方法喔 那這兩個呢 外遮陽 內隔熱 都可以 提供我們 降低對冷氣的依賴 聽清楚喔 我不是說不要用冷氣喔 降低對冷氣的依賴 那冷氣的耗冷狀況就會降低 那我們地球是不是就有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每個居住環境 如果都能去思考 快遮陽 內隔熱 某種程度上 就可以幫助我們 降低對冷氣的依賴 好不好 提供大家一個行事 第二個 要告訴大家的是 萬機節能 我們很多的電氣呢 其實它都有代機 它都有代機 什麼是代機 我給各位看這個 各位現在大家在家裡的電視 是不是都是類似這樣聽聽的 對不對 有ED的嘛 各位還記得嘛 當你遙控器關掉以後 請問 你的電視還會不會有燈亮 會 什麼顏色的燈 紅燈 紅燈對不對 好 今天呢 各位來上過健康的 這個講座之後呢 來我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這個燈為什麼會亮 剛剛這燈為什麼會亮 因為我們很用力的 吹了風 讓它發電 它才會亮 所以呢 今後呢 當你回到家裡以後 你的電氣明明已經關掉了 你要懷疑一件事情 這個燈亮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不是還在耗電 它在耗電代表什麼 代表它在幫你採害地球 對不對 這個電後面就是 就是在做後來幫它們開放 所以 為什麼 明明你的電氣已經關掉了 你還要讓那個燈 繼續在那個地方 幫你採害地球 為什麼 更嚴重的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 老空氣關掉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的電視上在吃吃的燈 是不是 它跟你做什麼事 蛤 你的電視還在吃吃的燈 你做什麼 對啊 當然等你開它啊 所以它才一個小燈在那邊 告訴你說 主人啊 我還在這吃吃的燈裡 可是你都在做什麼 你都跑回去睡覺了 所以 你的電視等了你一整夜 等到什麼 等到你隔天早上睡覺醒來 你遙控器一開 它才會高興 為什麼 因為你又開始擁抱它 對不對 所以你當了一個晚上的 沒良心的人 是不是 蛤 是不是 對不對 物質對電視沒良心喔 你還對地球沒良心嗎 最近的齁 這些呢 都是待機天律 是沒有必要的燃費 除了這以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我們最常見的床頭音響 床頭音響 床頭音響 這個床頭音響 我插了電力機在上面 這完全沒開 請問它有沒有在耗電 它還在耗電 為什麼它這邊有一個圖子 大概一瓦 大概零點九瓦 它還在默默地 在幫我們做什麼事 塗在地球 那這些店可不可以省下來 可以省 可以省多少呢 來 再探討一個 家裡是不是都有這種 分離式冷氣 對不對 那分離式冷氣 那當你完全關掉以後 它還有一個燈會亮 對不對 這是什麼 溫度 對不對 剛剛電視機 你們是一個晚上不理它 結果 對冷氣機你更狠 你多久不理它 24小時 不是24小時而已 半年 對不對 到了秋天了 不需要用冷氣了 對不對 你就把它擺著 請問那個燈是誰還亮著 亮到哪時候 夏天 亮到隔年夏天 我要繼續用冷氣了 欸 好不容易這個燈 又看到它又亮了 半年 你們整整半年不理它 可是這半年 他真的都沒在做事嗎 有耶 他在做一件事 什麼事 他在慘開地球 他在殘害地球 對不對 所以呢 各位 這個怎麼辦 很簡單 秋天到了 你不用冷氣了 你就把電源拔掉 如果沒有電源的快電 在總開關 總開關那邊 把冷氣的電源開關給切 這樣可以什麼辦呢 可以什麼辦 這到底有多少呢 其實我們做過一個統計 只要它是有咬控 觸控 即時 這些功能的電器 通通都有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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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剛剛算起來 一個家庭 每年的總代金電力多少 一百八十四度 一百八十四度 換算出來大概一天幾度 零點五度對不對 三百六十五天嘛 零點五度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一定要省幾度電 一度電耶 光代金可以省多少 零點五 零點五 我有沒有叫你不要用這些電器 沒有喔 只是叫你把代金省下來而已 好不好 好 接下來要告訴大家的是燈具 其實燈具也可以解忍 那我們燈具以前過去講的 都是有講什麼 都是有講隨手關燈 除了隨手關燈以外呢 我們還有很多的解忍的空間 第一個我們要談的是 燈的數量跟位置 其實我們用燈目的是什麼 就是照明嘛對不對 亮度夠就好了嘛 什麼叫做亮度夠 我們的國家標準 CNS沒有講到 亮度呢 在客廳大概是一百五到三百五年 一百五到三百 那讀書的地方會高一點 三百到五百 所以過去呢 室內裝潢師呢 他就會根據這個 他就去拿一個照度計 然後去量 你這個大概是多少 好 來了 你家裡有沒有照度計 沒有喔 告訴各位 其實你們每個身上都有照度計 要懂得運用照度計 你的手機拿出來 在app store裡面去打照度計三個字 你下載那個app之後呢 你的手機就是照度計 照度計怎麼樣 記得水平板跟光源垂直在120公分高的地方 120公分高的地方 那這樣子你的手機就是找電機 所以照度不要過量 過量的時候 其實對你的眼睛不好 所以要記住 第一個 不要過量 那數量不要說 up 越多越好 我可以減少 但是有沒有影響我的使用 沒有 但是我就可以審計 就地錢 好 接下來除了數量以外 我們有很多的燈源呢 它的耗電狀況也不一樣 這邊呢 是列了所有的 目前我們市面上大部分的燈源 包括神電燈泡 白癡燈泡 神電燈泡 以及日光燈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LED 這底下數字呢 是它的發光效率 也就是說 同樣的耗電情況之下呢 數字越大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發光效率越好 那就是它越省電 它就越省電 最省電的呢 很常見的就是 T5的日光燈 T5的日光燈 LED呢 大概在120左右 120左右 到底差多少呢 我今天用這個來 分享給大家 好 還有時間 來 第一個 我要告訴大家 齁 這一顆是什麼 這顆是我們現在傳統的 烏斯燈泡 烏斯燈泡 它有在用的舉手 家裡有在用烏斯燈泡嗎 都沒有了齁 這個不要用 我們為什麼不要用 因為它很燙 它會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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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沒有人願意志願來幫我見識 來 那位美女 剛好看到你 就是你 對 對 對對對 不要懷疑 我們剛剛學過 套電功力嘛 你站這一邊 來 告訴我這個烏斯燈泡 現在套電頭上 這個燈泡 現在的耗電量是50瓦 50瓦 那 第一個 我要先給大家看的是 我們常見的 目前常見的 目前常見的 這是什麼 省電燈泡 請問一下 大家這樣看 烏斯燈泡量還是 省電燈泡量 省電 省電燈泡比較亮 對不對 阿烏斯燈泡 剛剛耗電量多少 50瓦 好來 你告訴大家 省電燈泡的耗電量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11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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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太多了 你會發現 這個比較亮 可是它的耗電 只有多少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好 接下來 再給各位看這一顆 這一顆 是目前最新的 LED燈泡 LED燈泡 還是這個亮 LED亮對不對 好來 請問它幾瓦 大聲一點 5瓦 5瓦而已 差幾倍 差了10倍 所以 當你今天家裡點一顆烏斯燈泡 這一顆 請問這個可以點幾顆 10 10 而且每一顆都比它亮 所以 如果你家裡 這三個 它的燈座都可以互換 這種燈座都可以互換 你只要換了這個燈泡 你馬上去省電 要不要做 要做 要做 好 來 第二個要給大家看的 是大家常見的智光燈 這是我們目前 家裡最常見的T8之光燈 比較粗 各位現在抬頭看 各位頭上這個 是粗的 就跟我現在這個是一樣的 那是細的嗎 這邊是細的 欸 有的是細細的 有的是粗的 好沒關係 我這邊擺在一起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常用的T8之光燈 它的耗電量是多少 9.7 9.7 是9.7 然後 這是T5之光燈 哪一個量 T5 比較量對不對 好 來T5的耗電量 7.4 大概省得蠻合適 這為什麼我們現在 一直鼓勵大家 盡量用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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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會有落差了 好 最後一個要告訴大家的 這是家裡一定會 一定會用 很多人都會用得到的 家裡有這個的舉手 一個 兩個 神明燈等幾 點幾對 一對 兩對 一對 一對 點多久 晚上 點晚上 你家呢 一整天對不對 很多人是從來不關的 這邊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神明燈呢 是很多 很多 地方在用 然後 根據統計 它是我們住宅活災 原因的地 就是因為 它是點整天 從來不關 它點了以後呢 因為它是烏斯燈泡 所以它會發燙 它會發熱 久了以後呢 它的電線去濃密走路 更重要的是 這一顆 來 幾碗 6.5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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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會燙 慢慢拆 今天燈完以後呢 反而可以換成LED的 LED的最大好處 不會發大 然後幾碗 0.3 6比0.3差幾倍 20倍 20倍 那這個呢 你會發現 同樣一個燈座 同樣一個燈座 換成這種LED的 你馬上就省電了 馬上就省電了 好謝謝 所以 這邊要告訴大家 就是 其實你 燈具呢 用對的呢 其實你就會結合 燈具用對的 你可以結合 舉個例子 剛剛講的 神明燈 神明燈呢 它這邊是7.25碗 每一個都有點不一樣 換成0.5碗的LED燈 一對神明燈 如果你是點24小時的 一年 把神明燈換成LED 你就可以省下 330塊的電費 330塊 除了錢以外 更重要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省下這些電 用電呢 就是減少湯排放 減少湯排放 好 最後就是 電熱水 一樣的 家裡會用電熱水 對不對 可是到了半夜 你會有多少機會 會用電熱水 很少 所以呢 記得 記得 電熱水我課這麼做 加一個定時器 加一個定時器 你晚上11點 10點睡覺 10點半 你的電熱水浮呢 就斷電了 你早上6點要起來運動 要泡牛奶 那你的電熱水浮就設定 5點開始啟動 因為電熱水浮大概20分鐘會燒 好 那這中間你是不是就省下了 5個鐘火的時間 我剛講過 電熱水浮的保溫是什麼 用什麼方法保溫 用電在保溫的 那透過這個方法 你這5個鐘頭 你會省下來 那就會省下這些些的電 那這些些呢 全國所有的電熱水浮都省下來 那就會省下很多 對不對 好 好 再來就是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個要跟大家講 這個尤其是在公共場所 現在公共場有很多了 到學校機關去 很多他們都已經假裝了 但是還有一些公共場所是沒假裝的 公共場所像這種 民水機啊 禮拜六禮拜天尤其是學校 學校禮拜六禮拜天 基本上會去的人不多了 所以他其實可以把大部分的都關掉 只留下一兩台必要的 這樣子就夠了 對不對 這樣大家還是用得到 可是其他的就不要浪費 其他的就不要浪費 好 電腦部分呢 也鼓勵大家 晚上睡覺前 如果長時間不用了 那就讓他關機 關機以後呢 記得電力要切離 那電力切離怎麼做呢 就用一個延長線 就用一個延長線 因為一般3C產品的 耗電功力大概300 那一條延長線 它可以承受1500瓦 所以五個插孔是OK的 聽清楚喔 300瓦 是300瓦 300瓦 各位今天學過以後 都會知道 哇 數代表何意思 請問吹風機可不可以用延長線 不行 因為吹風機它最起碼 都1200瓦起跳 那它瞬間會到2000瓦 你的延長線就會危險 三星產品OK 三星產品它不會 因為它只是300瓦 三星產品的標準就是300瓦 以下 透過這個方法呢 你把你的電腦 Wi-Fi 印表機 所有的都切在這裡 你要睡覺的時候 電腦 軟體先關機了 之後呢 一個按鍵 就可以把電切離 那就可以省下這些待機電力 你電腦在睡覺 它是不是還有待機 有 電腦你可以試試看 你拿這個電力機去測 你電腦用休眠 看它會不會有好點 它一樣在好點 因為它裡面還是在運作 它裡面的電路板還是在運作 最後要告訴大家 是老舊家電的開關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冰箱它為什麼可以套電量這麼低 它的關鍵在它的冷氣沒有外線 對不對 老的冰箱呢 它最大的問題 就在它的暖的膠條 門的膠條是負責什麼 密封信 這個膠條呢 它的壽命大概只有五天 五年後呢 它的膠條 會看你的使用狀況跟環境 它會脆化掉 脆化掉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裂 裂了以後 它就會有縫 冷氣就會外洩 你一旦冰箱的冷氣外洩 你的冰箱 你的冰箱 三不五十 馬達就會起動 那這樣子 你就會浪費電 所以同樣的 很多的老舊家電 它有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新的家電呢 有一個叫做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所有的新的家電 它現在都要有這個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一級到五級 一級是最節冷的 五級是最耗力的 老舊家電的狀態 比五級還照到 比五級還照到 那到底差多少呢 以冷氣機來講 一級跟五級呢 它的效率就差得滿四十 它的效率就差得滿四十 所以老舊的冷氣你在使用 它的耗電會是新的幾乎一倍 幾乎一倍 所以要記住 好 這六個錢的手法呢 請問一下 有沒有叫大家哪個不要用 有沒有叫大家過原始生活 都沒有耶 都沒有 這些做完以後 你可以省它多少電 絕對超過一度電 絕對超過一度電 那這一度電 到底對我們地球有沒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好 所以呢 講完這些以後呢 接下來要告訴大家 這些其實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得到 而且它會省很多 所以接下來 我要大家做一個 做一個活動 這活動是什麼 就是 我們空野的一個概念 叫做節能率生活的做法 就是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些 節能的方法對不對 可是 你會不會落實 會不會做 你沒有去了解過 你就不會做 所以 接下來介紹大家這個 節能率生活 這個 綠色生活地圖的方法呢 就是要透過打查 透過了解 討論之後呢 決定大家要去做 因為很多的 用電習慣 是我們節電的關鍵 節電的關鍵 所以呢 接下來 我要運用這一點時間呢 因為我們應該要帶出去外面走 好 還有十分鐘 應該還可以做 來 我們齁 這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我們就只有在這裡 好 來 告訴我 第一組告訴我 先跟我講一個電器 這邊的電器 你覺得使用的狀況怎麼樣 來 第一組 誰要 誰要自願跟我講一下 你覺得這裡什麼電器 你先看到什麼電器 好來 我中 日光燈 你覺得它自動燈用得好還是不好 還可以更好 還可以更好 怎麼樣更好 換省電 LED 好 有沒有人有別的意見 第一組 他講說可以換LED 他說這燈還可以再改上 你們有沒有別的方法 如果要改的話 採光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他福建的一定要這麼亮 所以一個做法是 我先把 照度計拿出來 對不對 先看看 這個照度是不是太亮了 這是另外一方 我不用換燈管 我都可以做得到 對不對 類似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就是 當我看到這個電器的使用時候 其實是要經過 觀察 經過討論 好 來 第二組 在這個空間裡面 除了燈外 還有哪些電器 你們隨便講一個 冷氣機 講到冷氣機 來 第二組覺得 這個空間的冷氣機的設定 這樣子做 好還是不好 不好 這個可能是老舊 對不對 老舊的是一個 套一套電 所以將來如果 有經費 有機會 要存錢 先把它怎樣 更新 更新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標準 剛剛講啊 我們用什麼標準 來趕快跳回去給你看 用什麼標準 要參考 能源效益分級標準 那 是不是一定要買到一級的 不一定 一級的通常會很貴 因為他會標榜 他做很多節能的工作 的設計在裡面 所以他會賣得比較貴 最起碼二級或三級 好不好 好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沒有背的 其他人有沒有背的意見 對於冷氣 座拉門 蛤 座拉門 座拉門 為什麼要座拉門 就是讓冷氣 就是讓冷氣 就知道 三一在更大部分 如果人不是很多 就是人不是很多的時候 空間 可能會隔一半 對不對 那我冷氣就不用用那麼多 這是一個當大空間的時候 好 不錯 好 來第三組 除了燈 冷氣外 你們還看到什麼 還看到什麼 電器 投影機 好 來投影機 投影機有什麼問題 還是覺得他很好 蛤 投影機怎麼樣 不知道 有沒有人有 對投影機 他講投影機的 你們只好分著 你覺得投影機到底好 還是不好 不好 不好在哪裡 蠻舊的 感覺蠻新的 要注意 我剛剛示範這個 就是說 有時候你在看這個空間的時候 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觀點 沒有絕對的對或錯 你們之後將來 主辦單位會給你們一個工作 你們要自己去場域去觀察 那這時候要注意就是 如果有人可以討論 理論上最好的方式 並不是誰的是最好 也不是健龍的是最好 是 這個空間的 共同使用的人 同意的 才是最好 為什麼 只有在大家都同意 他才有可能實現 那他才有機會省下電 他沒有辦法實現 他沒有辦法省電 他一點機會都沒有 管理再好都沒有用 要記住 一個認為好 一個認為不好 來 第三位 你覺得呢 他有沒有機會 沒錯 他有一個本質待機 為什麼 因為通常 這個投影機呢 我們的關機方法是什麼 遙控器 第一聲就關掉了 對不對 他有沒有待機 他絕對不待機 所以一般人的做法 為了省麻煩 避免麻煩 通常就是電直接 直接接進去 所以我們接觸 接觸不到開關 當我們 遙控器一關了以後 我都覺得說 我是把這個 投影機關掉了 其實他有沒有在耗電 他還是在耗電喔 而且更糟糕的是什麼 是投影機 你可能一個禮拜 會不會用一天 很少 很少對不對 剩下的 六點多天 他在幹什麼 他在殘害地球 他在殘害地球耶 對不對 所以再回來 投影機 有沒有改善能源 有齁 大家都同意了 對不對 記得要跟主辦單位講 這樣大家會不會了 就是你的電器踏查 你光知道沒有用 你要落實 那要落實呢 你就一定要去踏查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不好意思 我要佔用一下 我還是要準時 12點給各位下課 來 各位手上沒有那一張紙 他是不是要硬 手冊裡面那個太小了 好 沒關係 來 來 這一張 有個電器踏查紀錄表 有齁 來 請你們 電器踏查紀錄表裡面呢 利用三分鐘的時間 寫下來你家裡 五個你認為最耗電的電器 你自己家裡齁 你自己處理齁 五個最耗電的電器 你的電器是什麼 耗電功力以後 大約知道你寫 不知道你就控制 沒關係 那 寫下來他的使用現況 使用他 他使用現況 到底是怎麼在使用的 那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今天上完這個課以後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改善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機會點 好 寫下五個好不好 寫下五個 都要寫喔 因為我聽說 那個 主辦當會把這個當作你們的 那個 退還保證金的條件之一 他怎麼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知道是 這個一定要教你們 所以我說一定要教 不好意思 剛前唐老師 站了我十分鐘 我盡量當你們準時 五個就好了 文有本想要你們寫二十個 我昨天 昨天在 花蓮的自強國中 的樹林自由版 我用 三十分鐘的時間 要他們把他們家裡的 所有的電器都放下來 所以我出乎我意料之外 每一個最充滿50件 家裡的電器 他們不讓他們一起來才有列 列了五十個 我今天只要你們列五個 好不好 五個就好 因為時間有限 家裡的電器 隨便 一寫應該都最起碼 所以超過十個 會超過十個 寫下這個 最主要是 你今天上過這個課了 你也聽了 建榮跟你分享的 這六個節能說法 很簡單 沒有要你犧牲什麼 就只是找出 你無意間浪費掉的電 無意間浪費掉的電 我們要不要再說 太過了 也能夠 很小心 我正在你 好嗎 呃 好,我們先暫時到這邊 來,我看這位夥伴 啊!因為後面都沒寫 我本來要請你分享 我找一位 各位,有沒有人寫了? 好,來,這位夥伴,你幫我分享一下第一位 你家裡的是什麼? 冷氣機 好,你家裡冷氣機,你現在寫下來 它的使用現況是怎樣? 就是環環系列教育的那一件 然後其他時間在待機 其他時間在待機 那你覺得你可以有改善的機會嗎? 就是,早上去年之後把電影放在一起 不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 因為你冷氣的在機 夏天這段時間你會常用 常用的這段時間不要把切 不需要把切 因為這樣切你會很麻煩 你整個夏天過後,冬天在做 冬天在做 好,這位夥伴有嗎? 除了冷氣以外,你會做的是什麼? 電扇 電扇 你的電扇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你的電扇很好,又保持 那你有沒有去檢查過 你的電扇會不會有事? 沒檢查過 你的電扇是什麼? 它的開關是機械式的還是觸控式的? 暗的 電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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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遙控器的 我剛剛講過 有遙控器的電扇代表它有什麼? 有帶機 所以它百分之百有帶機 所以該怎麼做? 對,你不使用的時候要把它拔插 各位有沒有看 光看這個例子 就很明顯 就是說 這個方法有沒有用? 絕對有用 為什麼? 你一定要自己討論過 像剛剛他覺得說 我的電扇很好啊 我都會關掉啊 電都會關掉啊 可是討論過後就發現它有沒有帶機? 有耶 有喔 那這個方法到底多好呢? 我分享一個給大家看喔 這個是去年 我在台東 貝和聯盟喔 他們的夥伴的一個透天 那邊去做的第一次的工作坊 這是 一百零四零四月 這是那時候去的時候 爸爸我來實際跟他們走了 他們整個透天的狀況 他們的鋼鐵狀況呢 他們是一個透天三層樓 六個大學生住在裡面 兩個月電費六千多塊 一千六百多度 六千多塊 所以呢 四月份 我去他們做了第一次工作坊之後 請他們一定要想辦法找出改善的地方 之後呢 他們真的很認真喔 他們開 他們叫做雲台小宿舍 今天呢 改善用電計畫 他們討論之後呢 他們討論出來的結論 他做什麼事 第一個 老舊的電熱水桶要做保修 第二個 照明燈具開換 第三個 開引機加電視器 還有就是待機電力 他們做過之後呢 這個是 這是他們的電費檔 我直接用電費檔給各位看 一百零五年的一月十一號 就是 一百零四年的年底 十一月跟十二月的使用狀況 多少錢 兩千五百 所以 他經過了這半年之後呢 他們的電費直接從六千二降到六千塊 那 用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跟你們講的六個說法 他沒有犧牲什麼 他就是把他們浪費掉 我們電給節省下來 第二個例子 不好意思 這是我自己 我回來開動後呢 沒事錯 我就跑去弄一個小民宿 那我就把我這幾年呢 所知道的節能概念呢 就設防做在這裡面 所以呢 去年年底我拿到 環保署 環保署的減碳行動獎 這是我的民宿 這是整個東部 第一個民宿拿到環保署的獎 第一個拿到環保署的獎 做什麼事呢 包括我的LED燈 我全洞都改成LED燈 又加感應的 樓梯加感應燈 需要的時候它才會亮 走過去以後它就滅掉了 你就不要常識開在那邊 那包括我的通風 我盡量讓我的民宿呢 可以通風的公共空間 就讓它通風 通風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無間的要開冷氣 那房間裡面 要不要用冷氣 客人要用冷氣 我不會跟他講說 抱歉 我是節能減碳的推廣者 所以你不准用冷氣 沒有 它冷氣照用 但是我會給它一個宣打 它一個宣打在這裡 就像各位剛剛拿到那個小卡片 就是溫度計 那包括我的通風性 這設計細節我就不談了 那我的熱水呢 是用熱棒熱水器 用熱棒熱水器 但一般的電熱水器不是不一樣 它有節能效果 到底國節很好 這是我民宿從去年年初到現在 每兩個月的電費 我的電費最高的是在去年八月 整個民宿七八月是最旺的時候 電費三千七百萬 常住人數在六個人以上 常住人數六個人以上 電費 這是最高的 其他只有一千多 一千十的 所以它是有效果的 所以簡單跟各位講就是 這六個經驗說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很特別 就是因為沒有什麼很特別 它容易做不到 所以希望大家呢 今天經過這場的分享之後呢 回去呢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開始動手做 動手做 你聽了光聽沒有用 你一定要實際去動手 當然 利能是一塊 更重要的一塊是什麼 怎麼樣去珍惜我們 好不容易 付出代價的能力 好不好 那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有這麼多問題嗎 有沒有這麼多問題 好沒有的話 我們的課程今天到這裡 好謝謝